Hello 大家好 我是学长Andy 终于有机会来拍这期视频 我这半个多月没更新的原因 是我一直在回顾和总结我这四年的留学学类史 今天来选择 另外我再提醒 选择中介公司一定要对比几家 因为做中介这种业务没什么门槛 懂而语的不懂而语的都能做 乱开价乱收费 因为不懂而语啊 心生被坑比比皆是 所学以及老师的关系 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的性格很孤僻 在国内就不上言辞和交际 来这里留学 我觉得你要认真的考虑好了 俄罗斯大学是学分制的 考试难度分为Zachot和Examen 每个科目的学期末达到51分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分科目 会直接开除或者留级 俄罗斯大学生活是单调的 每天来上课上完课就回家 学校里没有什么社团的事 去年俄罗斯通过了一个新的法案 开始允许外国留学生兼职 那么留学生兼职主要一般选择在 中餐厅代购 旅行向导 还有中文家教 一般也能挣个一到三百块一天吧 还有一种兼职能月入过万 但你一定要谨慎考虑 那就是代理巡团做地坚 反正我听他们说 带一个团靠提成拿到过万的收入 但相对的工作压力非常的大 而且还需要起早贪黑 缺勤逃课 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主要目标 放在学习上吧 应该把目标放得更长远 提升我们自身能力和尽力 这句话非常的真实 甚至从大一到大师都听不懂的人 这种人大有人在 俄语难不难学 看天赋 更要看你的付出 特别是我们中国人 学俄语本身没有任何基础优势的 除了每天坚持来上课 可后用功学习 减少混在中国人的圈子里 尽可能的话融络当地 我认为你至少也需要三到四年的时间 你差不多才可以和俄罗斯人非常认真地说上两句话 其次的话 来俄罗斯留学你必须要接受一个事实 那就是你大多数时间都在混日子 听不懂老师讲的内容 也学不到任何专业的知识 因为语言观真不是你一到两年就能克服的 那肯定就会有人问 那听不懂怎么过考试呢 怎么灰烬如土的富二代 选择来俄罗斯留学是我家庭负担 还有我个人的判断力 我记得第一次提起出国留学 我父母的反应都炸了 他说你广东人跑这么远这么冷的地方念书 而且没什么经济朋友在那 不行不行不行 我的性格挺倦的吧 其实这种倦的并不是说 恨而我就要去留学这种 这种巨音式的索取吧 前前后后我们开了几个月的家庭会议 我罗列出了很多我的规划 留学的优势还有劣势 未来我觉得中俄关系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我对上千人的施行 关于俄罗斯留学 有初中生也有高考党 甚至有大三十岁的人 现如今社会让一个家庭拿十几万安排自己的小孩出国留学 说好听毕业了也是一个海归吧 嫌甭管是欧美的还是亚洲的 至少对于某些家长来说 就是一种饭桌上的谈资 却可能没有真正的考虑到孩子是否适合留学 加上某些中介公司的离开或者留下 不如社会开始我的下一个阶段 不知道我这条俄罗斯海带会闯出什么样的天地呢 我青春最美好 但希望能够给正在俄罗斯留学 或者未来考虑到俄罗斯留学 一些参考 如果这视频对你有帮助 喜欢的话可以点个赞 还有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学生安理 再见 再见